我们常常一直在讲 你修到哪里闭上眼睛就知道 真的 你闭上眼睛就知道 你闭上眼睛若一片黑 那代表里面的默契明点都还是污秽 但是当我们有把这个粗的四大 慢慢变成细的时候 你闭上眼睛都是有光的 这是代表里面 只光明已经隐隐约约起作用 那慢慢的 这个闭着眼睛 这个眼睛其实都是光 我们就在光明大能量的大海里面 那就是弥陀 这任无量光 譬如这那佛其实也是无量光 大致如来也是一样无量光 所以其实从实相来讲 尤其我们要引渡这些往生的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叫往生者 他如果能够觉察到光 往那个最亮的地方去就对了 不要说我喜欢红色 那个所有颜色 有颜色的时候都代表亮度不够 如果亮度不够 都趋近你 逼近你白光 你黄光亮到某一个程度就变成白的 因为它被稀释了 所有颜色被很强的光一稀释 就几乎是淡的 所以千万不要去 喜欢那个暗暗的颜色 我讲的这光 如果这个光很舒服去 那就到六道 那如果看起来 哇不敢睁眼怎么这么亮 你反正就闭着眼睛去 就到佛国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口诀 一个帮助人家 注念或者自己 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的一个抉择 这个是连诗传下来的杜王经 里面特别不断的强调的一个观念 那当然它是十项里面的实证的 所以讲的话当然都是对的